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oyce 那今天大家过得好吗 今天这个小影片要为大家来占卜看看 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你和他之间的缘分有多深呢 好 那今天这个题目啊 比较适用于说你们是暧昧中的对象啦 或者是你喜欢的对象 你单恋的对象 或者是说已经分手的他 或者是你心里永远放不下的那个人 都可以来测看看哦 好 那也是一样 我今天先为大家抽出四张牌坎 好 我和他之间的缘分有多深呢 那也请大家要把心情平静下来 仔细想着那个人的样子 我和他之间的缘分有多深呢 好 我和他之间的缘分有多深呢 我和他之间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从我的左手边开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 那也请大家要把心情平静下来 仔细想着你想要问的那个人 我和他的缘分有多深呢 那也是一样还不能决定的观众朋友 可以先把时间轴按暂停 好 那我就先从一号牌开始来为大家解释 我和他之间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我们之间的缘分有多深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第一组牌的观众朋友 好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目前的状态应该是比较不好的 可能是分离的状态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之间有发生过不愉快 可能是已经分手了 或者是有一些误解 那这个误解他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解除了 不过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看看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否有机会修复 或者是说往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那目前看起来你们是有过一些争执 那这种争执可能不是表面上的那种吵架啦 或者是对骂 或者是言语上的那种 很可能是心理层面的 就是你们有一些疙瘩 有一些 有一些话没讲开来 那有一些误解 那目前看起来你们曾经有这样的不愉快 那种不愉快可能是你们都没有说出口的 不见得要真的有吵架那个样子 那可能是心理层面那种过不去的疙瘩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是慢慢在解除了 误会是解开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跟他之间会是什么样的缘分 好 那我们往下看咯 那我再替你多抽出几张牌看一下 我和他之间是有什么样的缘分 好 那我再抽一张来看一下 你和他之间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 那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啊 彼此的压力都很大 可能是你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 或者是对方 有可能其中一个一方是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那这样的压力目前还不确定是来自于哪里 可能是说你会想要控制对方 或是对方想要控制你 那目前这三张牌还看不太出跟情感有关系 就是这三张牌的牌面 它比较是没有那么直接跟感情有相关的 那目前你们两个之间感觉上是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误解 那彼此的关系都让对方有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可能你们两位都是比较属于比较风向星座的 或者是土向星座的也有可能 那你们都会比较属于可能在说话上都比较犀利一点 那可能会不自觉的会伤害到对方 目前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再往下看 好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目前关系是会有好转的 因为这张牌它是好消息的意思 或者是说一段新的恋情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目前你们这个状况是可以被改变的 那可能是其中一方它会比较主动的去跟另外一方和好 或是主动的去化解这样很尴尬的局面 可能你们没有真正的吵架 那有一方我相信它是会主动的 就是会释出善意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我们再往下看 好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死神牌 那我们先往下看 因为通常出现死神这张牌啊 都是代表一段关系的结束 那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 也可以说是 把过去不好的事情让它结束 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刚才有出现圣杯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始 我们先目前还不确定这个死神是代表结束还是新的开始 我们再往下抽一张牌看看 那我觉得目前你跟他其中一个人 不管是你也有可能是对方 我觉得目前你们可能还有一点心里还有一点过意不去 就是可能在钻牛角尖的部分 就是会想不透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变成这样 有那样的感觉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好 不过我觉得你们两方面是会有一方会希望会主动去做比较多 就是可以主动的去化解这样的僵局 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是会的 所以那个死神牌我觉得比较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你们两个可能是好的 目前我的感觉它不是代表你们两个会结束 我觉得它反而是代表说你们会有一个比较新的比较好的状态开始 但是你们目前情感上的连结我觉得还没有这么的强烈 它是处在一个新的感情的开端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有机会交往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把之前的误会说开来 把一些疙瘩解开来 我觉得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你们的感情是处在一个比较刚开始的阶段 我觉得是很需要去呵护的需要去灌溉的 不然很容易就会真的结束了 好那我们再来抽出几张牌看一下 好 好那我们再抽出一张牌看一下 好 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你们双方面都是有意愿可以去沟通的 所以这段关系这段缘分 我相信是有机会可以往前迈进的 是会有一个开始 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两方面都要能够愿意 然后也要小心的去呵护这段可能成就的感情 那我们再来抽出最后一张牌看一下 好 好那最后这一张牌我觉得还蛮好的耶 它是代表一种成功 而且是我觉得这段关系是有机会成功的 但是就是你们彼此都要能够愿意把之前不愉快的事情之前的误解说开来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会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我觉得你们会比较像是你们对对方都有好感 但那样的好感可能还没有到爱那么深 就是属于一种刚萌芽的好感 那你们也会想要更进一步去了解对方 想要去看看对方是不是能够试着交往看看那种感觉 你还没有完全认定这个人 那他也是 你们就是处在一个还在摸索的阶段 那我觉得你们的缘分深浅是有一定的程度 但没有到非常的深 那如果两方面都有意愿的话 我相信是可以有一个蛮好的结局 不过前提是就是你们要愿意踏出那一步 目前就是要有一个人主动 或是双方面能够主动去化解目前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 好那我们再来为这组牌卡的观众朋友抽出一张天使 天使卡来看一下浪漫天使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来看一下天使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那我和他之间的缘分有多深呢 那天使牌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重新考虑 好那我觉得抽到重新考虑这张牌啊 他比较是在跟你说 如果在这个情境当下 我觉得他是要你好好去思考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你真的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个人 你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他有一个感情的开始 那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该怎么去做 那该怎么释出善意 或者是对方当他释出善意的时候 你要能够去明白他的做法 明白他的想法要能够给他机会 这样子你们才有办法再更进一步 好那这就是抽到第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好那再来我们往下看啰 抽到第二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好那这张牌通常有代表抉择 或者是说犹豫不决 就是这个人他有两方面在决定 或者甚至可以说他有两个人在让他做选择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看你跟他的缘分有多深呢 或是你们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再一次哦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目前这个状态 今天这抽到这组牌的观众朋友 你们也是处于分离的状态 目前你们应该是没有在一起的 不管说是有没有交往过 我觉得目前你们两个的关系 也是比较没有这么好 是属于分离的状态 或者是远距离 或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可能 或是分手后的情侣也有可能 好那目前的话 其中有一个人 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 目前就是处在一个 在休息的状态 那这个休息指的是 我觉得是心理层面的 就是你 你们经历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那可能是彼此之间分手了 那目前正在调整自己的心情 比较是这样的阶段 就是处在一个 还在疗伤的阶段 自己在疗伤的阶段 比较是自己 好那我们往下看 好 那目前呢 你跟他其中有一个人 是处于一个比较 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可能 如果是分手的状态 我觉得目前 你们还没有走出来 那把自己关起来的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好 那我觉得这个状况还蛮严重的耶 他有那种 还没有无法自拔的感觉 就是还陷在那个情境里面 可能你们分开之后还是很伤心 有可能是你哦 或者是对方 就是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甚至不想走出来的那种感觉 好 那目前这个状态 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会是一个卡住的状态 通常抽到世界这张牌 它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代表圆满完成 那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意思 它是代表说 某一种状况 它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完满的阶段 它就停在这里 不会再往下了 就是完结的意思 故事已经写完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你们两个的关系 就是卡在这里 那原因比较会是 你们两个在这段关系当中都很受伤 可能是你或是他 目前真的还是无法走出来 而且还很伤心 甚至会沉迷在那个伤心里面 没有办法消化这样的情绪 只是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卡在这里了 比较没办法再前进了 就是目前你看到这个样子 目前你们的状态就是卡在这里了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你们两个也都比较没有行动力 甚至就是也不再跟对方联络了 都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也就算心里 你们可能还是想着对方 但是你们彼此都是很冷淡 就是甚至没有交集了 或是你把对方封锁了 或是对方把你封锁了 都有可能 好 对啊你们两个目前都是没什么热情的 而且我觉得还蛮受伤的耶 抽到这组牌的人感觉还蛮伤心的 就是这个牌面上感觉是一个蛮伤心的故事 那你们目前两个人心理压力都蛮大的 都事出于 这段关系也会让你觉得 会需要很努力的去坚持 就曾经你们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要很努力的维持跟对方的关系 才能够继续的那种感觉 曾经你们很努力过 可是目前看起来结局不是这么好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咯 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会想要行动 那这样的行动我觉得比较是脱离这段关系 我觉得抽到第二组牌面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这段关系会结束 而且是属于一个比较怎么讲 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浓一些 但是目前就是处在一个缘分几乎快要消灭的状态了 就是你们两个目前就是会走向结束了 这个牌面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那所以抽到牌面二的观众朋友 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像图卡上的这个人一样 他一直在犹豫不决 一直在难过 一直在困在那里 没办法自拔 那我觉得你可以像最后这张牌要有所行动 就是你要把自己跳脱出这个情境 因为毕竟你们的故事已经写完了 你可能不要再一直沉浸在里面 不然你会很伤心 而且就会一直没完没了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浪漫天使卡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卡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如果说从这段关系一直走不出来 然后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宽恕 好那我觉得我蛮喜欢这张牌的 那什么是宽恕 我觉得这个宽恕不见得代表你要去原谅对方 或者是要对方来原谅你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宽恕比较是宽恕你自己 这张牌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说你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 就是你不要再因为这段感情来让自己很受伤 然后一直困在里面 这个宽恕我觉得你放过自己吧 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你原谅自己原谅这段过去 那就不要再纠结在其中 就是放过自己那种感觉 好那这是抽到牌面2的观众朋友 怎么觉得有点伤心 对啊 好没关系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牌面3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目前抽到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你们目前的感情状态 它是处在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 那可能不是这么完美 就是你们可能曾经交往过一段蛮长的时间 但是结局是不好的 或者是交往很久之后突然分手了 不一定是突然啊 就是分手了 或者是说你们处在暧昧的后期 就是你们已经很暧昧很暧昧 但是偏偏就是没有栽情 这组牌卡比较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处在一个关系的后期 发展到后期了 只是它是逆味 那你会觉得说 应该是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们不是这么的顺利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是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我们再抽出一张牌来看一下 你们关系的深浅 你们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 那我们再多抽出一张牌来看一下 你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 那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你们也是有一些冲突跟争执 因为这里出现了权杖五 权杖五通常代表一种冲突 一种争执 或者是一种很乱的思绪跟想法 这个冲突可以是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系 内心的冲突 它不见得是表面上的争执 那目前牌面上看起来都是抽到钱币牌组 那这几张牌目前跟感情也比较没有相关 那如果问说你们缘分的深浅 如果从牌面上来看 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工作上认识的同伙伴 就是跟钱比较有关系 或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可能跟金钱比较有关系 比如说你是为了钱啦 或是对方是为了经济上的考量 而跟你交往 跟你在一起 比较是这种感觉 那目前看起来你们 你们其中也有发生过一些冲突 那或者是说你们目前对这段关系感到很困惑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感觉很迷惘的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不过这里还有出现一张牌 我觉得这张牌代表说你们其中一个人 他是有热忱的 就是对于这段关系 他是会想要有所行动的 只是目前你们的关系是没有这么好 可能交往很久分手了 或者是说曖昧到后期的阶段 突然又冷却了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努力想要抓住这段关系的 那那个人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他 都有可能 我们再往下看 好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那我觉得你们目前这张牌 终于跟感情比较有相关了 那不过抽到圣杯骑士的话 我觉得目前你测的这个对象 他是属于一个也是很浪漫 很多情的人 他可能也优柔挂断 不过对你来讲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不得不承认 那如果问到说你们关系缘分的深潜 我觉得有出现这张牌 你们是有一定的感情成分在里面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好 不过又抽到这张战车的逆位 所以我觉得目前你们这段关系是不成功的 而且也是比较没有动力 没有办法前进的那种感觉 就是停在这儿了 好 好 那我们再多抽出一张牌来看一下 好 那目前抽到这几张牌啊 我觉得目前你们这段关系 感觉也是会有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好的结尾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已经想要 我觉得他已经想要从这段关系跳脱出来了 因为他也是觉得很受伤 有这样的感觉 那或许是说他看到一些让他幻灭的地方 比如说他你原本或者是你 这个对象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他的想法 比如说你原本认为他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把他过度的理想化 那可能突然你发现他的某些行为 或是他的某些做法 或是他的某些价值观 跟你是有冲突的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不是你想的这么好 有点在做白日梦那种感觉 你就梦醒了 比较是这种感觉 好 我们再抽出最后一张牌来看 就是有那种幻灭的感觉 我抽到这组牌比较是那种 有种大梦初醒那种感觉 就是其中一方会突然觉得说 这段关系不是我要的 就是你看到一些让你觉得很幻灭 跟你原本想象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抽到最后这张牌 那这张牌他也是跟情感上比较没有关系 而且他抽到这张前臂骑士 他也是一个行动很缓慢的先生 就表示说对方他也比较不会有所行动 对于这段关系或者是你 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你跟他缘分的深浅或是你跟他是什么样的缘分 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可能过度的把对方美化了或者是说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层面 那目前回归到最后一张牌 我觉得其中一个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 你们会比较 就是有点幻灭后的觉醒那种感觉 就是会希望能够回归到比较真实的那一面 可能你发现说他不是你要的那样的人 或者是他突然觉得你不是他要的那个对象 他把重心转移到他的工作上 或是转移到其他人身上都有可能 好那这是抽到牌组二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卡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目前为止感觉今天的牌面都不是这么的好 都有点伤心的感觉 好 从现在一年起 好 那这张牌面上有给你一段时间从现在一年起 那我觉得他这张牌卡他不是一定跟你说一年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从现在一年后你会跟他重新在一起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跟上一张上一组牌卡的感觉也有点像 我觉得他是比较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 好好的从未来的这一年开始 你好好的去落实到你比较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我觉得这一年来再来的这一年你不要再纠结于这段关系了 我觉得比较是你好好的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这样会比较重要 好或许还有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 我觉得从现在一年之后 大约这样的时间你就可以从这段关系跳脱出来了 你就不会再纠结于他了 或者是他也不会再纠结于你了 好 那这是抽到牌组三的观众朋友 好怎么今天的故事都有点伤心的感觉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到最后一组牌的观众朋友 好哇终于有一个感觉比较正向的牌了 不过这是跟钱币有关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跟他是间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我们再多抽出几张牌再来看一下 可能讲的会比较准确一点 好 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好 好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啊 目前看起来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处在一个很像一直在做噩梦 或是一个很惊恐的状态 他很担心很害怕 有没有看到这张牌 他通常代表是做噩梦 或是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让你耿耿于怀 让你一直走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过这里又出现了吊人牌 那吊人牌通常他是代表一种牺牲奉献 那这种牺牲奉献是你心甘情愿的 是你不会有怨言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代表 这可以刚好代表你们其中的 一个我觉得其中一位是处在一个比较 比较比较对于过去还无法释怀的状态 那可能一直有一些心里有一些阴影一直走不出来 那另外一位是属于一个比较奉献型的 比较付出型的 那你可以看看你们两个谁是其中的 可以自己看看你是哪一位 你是属于一直在牺牲奉献的那个人 还是你是属于那个 一直从过去的阴影走不出来的那个人 那我们再往下看 怎么办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太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我们再往下看你们两个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那抽到恶魔牌 那通常抽到这张牌 抽到虽然它是恶魔 你要说它不好 其实它也没有到完全不好 抽到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连结是很强烈的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很激情的感觉 就不管说你们目前有没有在一起 或是已经分开了 就是你们会处在 会是一个比较 可能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你想离开对方又离不开那种感觉 或者是说你们明明知道不可能在一起 却又很想跟对方在一起 一些比较不伦练啦 三角恋都有可能出现在这组牌咖里面 那我们再往下看 到底有什么样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 好 那我觉得目前其中你们一方是摇摆不定的 或者是你们两个对于这段关系 是一下要一下又不要 就是处在一个很难拿捏到平衡点 甚至已经乱了分寸的那种感觉 我们再往下看 好 你们抽到这组牌卡的很多也有可能是远距离恋爱 或者是在旅途当中认识的有可能 因为这张牌跟旅行有关 跟远距离恋爱 跨国恋爱有关系 但是怎么感觉也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呢 看一下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咯 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我觉得目前你们很快的就会 这段关系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说 你们彼此都知道 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不一定是好的 目前看起来不一定是好的 很可能你们很快就会接受说 你们两个已经结束了这个状态 因为抽到这张审判这张牌 通常它是代表说 它有复活的意思 那也有代表你知道结果的意思 那通常是代表说 你已经了解整件事情的 你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状态 或是有那种公布答案揭晓的那种感觉 那这里又出现了权杖八 通常权杖八是代表很快速的变化 措手不及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 很快的就会有一个了结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张 跟情感上很强烈的牌 所以我觉得目前你们其中一方 可能是你这一边 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你对于这段感情 这个人 你还是放不下 而且是很有感情的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是很深爱对方的 但是只有一个人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 这组牌卡很有可能是单恋 或者是暗恋 或者是说你单方面的很爱对方 这种感觉很强烈耶 那不过抽到这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你们缘分的深浅 我觉得你们是属于那种 你要说它是孽缘吗 其实也不应该这么讲 我觉得你们的羁绊是很深的 只是说 而且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常爱对方的 甚至会从这段关系当中无可自拔 不过目前排面上看起来 我觉得你们未来可能也不见得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那比较强烈的给我的感觉是 这里面有一个人一直走不出来 然后一直对对方念念不忘 也是这种感觉 不过你们在情感上的连接是很强烈的 就是彼此都会觉得 对方给他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天使牌卡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你一直走不出这段关系 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和他的缘分是怎么样的缘分呢 好 看一下 是的 好 那通常收到yes这张牌 它是代表你目前心里所想的 你目前所认定的 这个念头是对的 是正确的 那这里要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 他不要你去否认说 你假设说你们两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结 或是你们真的就是没办法在一起 或是你们就是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是的是要告诉你说 你不要再为过去的那些 比如说你一直想到分手很难过 或是明明以前这么好 现在却没有在一起 他不要你在现在其中了 他也要你能够去肯定说 这件事他就是发生了 那你也不要否认你们两个之间曾经有过的感情 我觉得那个是的是很强烈 他也呼应到这组牌 我觉得可能是你吧 就是你 你对于对方这种很执念 就是很爱对方 但是对方可能没有这么爱你 那也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那种执念它是 它要你去承认它 就是你不要否认不要逃避 因为毕竟那就是你心里的想法 那即便说你们未来可能也没办法有一个结局 那我觉得他还是能够给你这样的提示 是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这个是的也可以代表说 他要你就像刚才那张审判那张牌一样 他要你知道说现在状况就是这样了 不会再有更进一步了 他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样的状况 好那回归到今天的主题说 我和他之间有什么样的缘分呢 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你们比较是属于一种 你们的感情可能来得快去得快 但是又很深刻 在你们彼此的心中都非常的刻骨铭心 好但是看起来也是一段比较 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结局的感情故事 好哇怎么办今天四组牌卡听起来都蛮伤心的 我的观众朋友都有这么多伤心的故事吗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影片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个赞 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留言给我 告诉我你的小故事 告诉我你的心情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咯 下次见咯 拜拜